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新劍行會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正在訪美期間 但她也不忘在Facebook上作出一些澄清 到底有什麼重要呢 原來她是這麼說的 她說她留意到有一位英國的讀者 早前向南華早報投稿 指責行會成員未有做好工作 葉劉就此致涵南華早報回應這名讀者 並且解釋 行會成員只是顧問 而且沒有行政權力和資源 他們雖然會根據個人經驗和專長提供意見 但政府不一定接受 因此行會成員 並不可能為政府的行政表現而負責 這很明顯就是要跟特區政府 以及林鄭月娥割席 所以林鄭和葉劉兩位阿太之間的互動 真的非常微妙 林鄭在向中央提交的那份工作報告中 提出到建制派中人向她作出人身攻擊 以及她評述行會成員的表現是強差人意的 當然林鄭就沒有指名道姓是哪一位 其實現在葉劉公開割席了 說明身為行會成員 是不可能為特區政府的行政表現而負責 即是繼續試圖和特區政府 以及林鄭去撇清關係 因為這次真的是選舉近了 如果繼續和林鄭攬在一起 做命運共同體的話 她肯定是心有不甘 因為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葉劉的新民黨 以及被新民黨合併的公民力量 他們所派出的候選人 都是全軍覆沒 這其實就是應驗了曾鈺成在2003年所說的一句說話 當時他怎麼說呢 他說本來想和特區政府榮辱與共 但可惜只是有辱無榮 相信葉劉現在是新同感受 才會在Facebook說出這番的話 但他所說的到底有沒有道理呢 其實沒有什麼道理 因為你身為行會成員 行會成員 其實就是要遵守集體負責制和保密制的原則 如果你作為行會成員 是不同意特區政府的所作所為 縱然你已經提供了一些意見 建議給特區政府 但是特區政府仍然是不接受 而且你長期給意見 長期不接受 甚至林鄭是公開賭過你的意見的 是賭你面 葉劉 你提出一些物資要限價 林鄭公開說不行 公開說要自由市場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仍然是忍辱負重 都要繼續留在這個行政會議裡頭 擔任行會成員 那你還有什麼好說呢 是不是 你和他就是命運共同體 我們作為普通的市民 基於你是集體負責制和保密制的原則 我怎知道你在這個行會裡頭提出了什麼意見 或者有沒有提出我們都不知道 你也不能夠說 因為保密制 而且你是行集體負責制 就是說整個特區政府 這一班的問責官員就是官首的成員 你那班非官首成員 上至召集人陳志思 下至你葉劉這一班普通的行會成員 全部是集體負責的 哪有得走出來割蓆的 而且你說作為行會成員只是顧問 是沒有行政權力和資源 沒有行政權力這一部分 我也是同意的 因為行政權力始終在特區政府那裡 但是你說沒有資源 為什麼沒有資源 你每個月出8萬3千050元那些不是資源嗎 葉劉 每個月打保你真的猛了嗎 有錢的嘛 錢就是資源 你不能夠這樣說這些話 你的資源比起很多立法會議員都多 你作為商料議員 怎麼會沒有資源 你怎麼會說得出這些話 沒有資源你還繼續做 而且不是沒有先例的 辭任行會成員是有先例的 又說回2003年的時候 當時這個行政長官董建華 要力推23條 準備硬上馬 要交去立法會表決 辭任的自由黨主席田北俊 基於他不同意當時的特區政府立23條的關係 所以就辭去了行會成員的職務 就可以為了自由黨的8票而鬆綁 當然後來董建華也是把23條無限期各置 沒有交上立法會表決 因為不夠票 如果一個行會成員 他真的不會為特區政府的行政表現而負責 他就應該要辭職的 他又不同意特區政府的施政 他應該辭職 這是有先例可緩的 如果你葉劉 一邊就說 沒有可能為政府的行政表現負責 但是你另一方面 又繼續擔任行會成員 繼續出糧 你根本上就是默許林鄭 你根本上就是附和林鄭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應該辭職的 你沒有這樣做 你就是附和他 你就是支持他 一定是這樣理解的 到底你葉劉捨不捨得放棄這份肥缺 如果你不捨得的話 就不要出來說這番話 因為行會成員就是要遵守 集體負責制和保密制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關於林鄭 林鄭幾天做公關show 現在非常活躍 她昨天去到工聯會那裡 玩接電話 她在Facebook就這樣寫 她說我今天去為工聯會的朋友打氣 多謝他們為市民做事 自己也接聽了幾個來電 更好地了解市民所受到的影響 從這個短片裡就可以反映得出 林鄭這個人真的沒什麼禮貌 一聽電話她說第一句 她說 韋王先生我是特首 即是她很喜歡標榜自己的身份 對不對 一拿起電話就說自己的跡涵 通常人打朵是說自己的名字 她說我是特首 即是她認為自己作為行政長官 就是非常威衰 就是覺得自己一定有威望才會這樣說 是不是 不然她就說自己是林鄭 不用說自己是特首 好了 這樣就算了 即是反映得出她沒有禮貌 而且她現在的所作所為 她現在所做的這個公關show 就是正好和蘋果日報所揭露她向中央提交的那份工作報告的內容 是不謀而合 她現在所做的一切正正就是為了建制派創造一個有利的氛圍 而且她這次所去到的政黨叫做工聯會 反映得出林鄭是不計前嫌 因為根據去年張華峰和梁定邦的對話當中 不是有一個錄音傳出的嗎 張華峰大爆 麥美娟在禮賓府那裡抹林鄭 而林鄭今次肯輸磚降季走到工聯會那裡玩接電話 很明顯是要向工聯會釋出善意 告訴她們是不計前嫌的 而且林鄭一直為建制派所救病的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特區政府往往就覺得建制派的支持就是奉旨的 所以中環根本就不需要去立法會那裡撲票了 有什麼就硬吃你們 但是今時就不同往日了 當時林鄭民望高當然她做什麼都行 但是現在林鄭民望跌到有史以來的新低 開浮以來的新低得了19分 當然就是很依靠這些建制派的支持 才可以使她的施政運作下去 否則她只不過是一隻跛腳鴨的政府 而林鄭也在工作報告中寫得很清楚 就說有建制派以選舉理由 加入批評特區政府的行列 於是中聯辦收封以後 駱惠寧主任馬上勒令所有建制派的政黨 要支持林鄭的施政 要團結起來 要全力阻止反對派 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當中拼過半奪權 所以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和周浩鼎分別都說過 就說反對派過半香港就會癱瘓 那麼林鄭在這次的立法會選舉當中有什麼角色呢? 正如她在工作報告所說 要為建制派創造有利的氛圍 要令到選情轉危危機 她事實上一直以來所做的公關show 其實都是要達至這個目的 基於要阻止反對派拼過半這個大前提下 林鄭下台真的遙遙無期 金融時報曾經傳出一個消息 就說林鄭會在今年的3月下台 現在3月已經過了一個星期 仍然未有任何風聲說林鄭會下台 而且她出席公關show的頻率越來越高 很明顯她不會在短時間之內下台 這個我們以前已經分析過了 如果林鄭要在今年3月下台的話 就要在半年之內選舉出一個新的行政長官 豈不是跟這個立法會選舉撞期 立法會選舉又在9月舉行 而且在選出行政長官的1200名選委當中 至少有118票就會由建制派變成非建制派 因為這118票其實都是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出來 港九國區議會和新界國區議會這兩個界別 這樣的話 777票就要起碼減回118票 她的危機又大了 在多重因素影響之下 林鄭在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之前 下台的機會就是相當渺茫的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